那我们要问 这些人 硬化到我们世界来 像释迦牟尼佛 硬化来的 众生有感 它就有应 硬化到这个世界来 为我们视线 拔向成道 它有没有起行动力 跟诸位说 真是没有 是当年视线在人间 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没有两样 佛有时候很欢喜 有时候也愁眉苦脸 那不是起行动力吗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那是感应 众生欢喜的时候 佛就欢喜 众生忧虑的时候 佛也忧虑 这种事情 我们可以从 日本 江本博士 水域试验里头 得到信息 他做这个工作 做了十几年 他的试验室 我就参观过两次 那是真点 一点不是假的 水是矿物 你像这样 一杯水 这么一杯水 矿物 通过科学的试验 证明了 他会看 他会听 他懂得人的意思 他的能力比我们强 为什么呢 他能认识 各种不同的文字 我们还没办法 无论哪一个的文字 你给他看 他通通认识 无论哪一个的言语 他都听得懂 对我们讲多了 我们不如他了 一切众生 起心动念 他都知道 我起心动念 他知道 你起心动念 他也知道 再跟你说 蚊虫 蚊蚂蚂蚁 起心动念 他都知道 我们欢喜 他也欢喜 显出的结晶 非常之美丽 我们心里面有忧愁 有忧虑 他也忧虑 显示的画面 很难看 这是什么呢 我们讲 自然的反应 众生有感 谁有反应 怎么众生有感 佛菩萨也有反应 可是谁的反应 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 才能看见 佛菩萨在世间的反应 让我们直接就感到 就感受了 他真的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知足 完全是感